草太高了,所以我就不過去了 我要倒掉 我再轉個層就倒下來 再把它疊好 疊一顆就好了 這樣子就好了 哇,下去了 跟剛剛先生說 下次再見 剛才他要上來就遇到了 等一下搞不好又遇到 這個泡完應該就沒電了 而且我沒帶UV的電池 你們帶行動電雨 所以就這樣子囉 泡完就完了 你們看人家福利會比較爽嗎 自己不認真工作一點 之前薪水差 明明你們都在偷懶 為什麼要給你們高一點的薪水 你們如果認真做就不慶 看不到 要不然自己當老闆啦 一定賺很多錢,我跟你講 我平常都喜歡一個人自言自語的 沒習慣就好了 沒習慣就好了 我連吃東西都要自言自語 來這邊看新眼你看 那邊可以看到 海邊喔 然後大渡溪出來口 再過去就是海邊了 掌光的地方就是水 就是海邊 南海邊 南海邊 人家都想要運動 你看人家才20幾次 人家有個運動啊 你們 都已經肚子那麼大了 還不運動 只能說好該的 你看我就是不要讓自己肚子變大 所以我還是要運動一下,現在還是很大 但是它越來越小的,我跟你講 這個路不是很好走 差點滑倒 雖然是一樣的行程,可是我都會讓它過的不一樣 你好 看,人家都會來運動 這是一個不錯的運動 而且這是接觸大自然 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你們好 你好 來運動一下 這邊不錯,風景又美 風月涼涼的 你順便錄影一下 我都來跟人家介紹,找一個地方不錯 然後跟人家介紹一下 放網路上這樣 這樣人家才會來這裡玩 很好 掰掰 今天要爬幾趟? 蛤? 今天要爬幾趟? 沒有一趟而已啊 一趟而已喔 好像說剛剛有個人,他已經下去又上來兩趟耶 有一個會下去算 有一個阿伯啊 會五六趟耶 他五點之後就會來 他下班就會來的 現在應該不會來的 爬兩個那個 對啊對啊 你也知道齁 我一大堂很多次了 而且我都看到他爬很多趟 對啊 你可以跟他學一下 你兩趟就好了啦 掰掰 掰掰 那我就跟你說有個阿伯 那兩個登山上的阿伯 他都爬很多趟 我不是亂講的 而且我上次也有爬到他 他等一下搞不好就來 他到五點以後才來 他可能也在上班 要不然就是跟我一樣怕熱 這個街比較大街裡面走要小心一點 等一下 那公路的那個就可能路不到 等一塊沒電 本來今天有想說爬一下就要走的 可是我就 剛剛蠻好玩的 又跌了一些石頭 這邊的人都很友善 你跟他打招呼 他就跟你打招呼 你跟他聊天 他就跟你聊天 都市人根本就不摔你 都市個屁啊 屁孩就是你們自己造成的 不要怪人家 人家在拍照 我們等一下再過去 小心小心 這邊階梯有時候石頭比較多 你們要小心一點 我在這邊也跌倒很多次 不是只有你而已 上面風景更好 而且上面還有花 還有人做一大片的坡市局在那邊 大概十分鐘就到了 沒有很長 阿那邊就是有些草 太多的地方就不要去 因為夏天怕蛇 你們第一次來喔 對啊 剛剛還走錯 你們剛剛應該沒有找到那個牌子吧 對對對 我剛剛就看那個牌子 阿那邊還給他立起來 你應該有等他走 找不到阿 你們還是學生吧 上班了 上班了 你看我差點要掉下去 小心小心 下次再來玩 這裡空氣很好 風景很好 這邊是號稱有沒有 台灣地區高速公路第二美的風景 好漂亮 他晚上你們來的時候有沒有 這邊晚上上面也似乎很多人在那邊拍照 晚上還不會危險嗎 就是你從公路那邊走過來啦 可是現在草比較高比較不建議 你們等草低一點再走過來 好 好 謝謝 謝謝 希望剛剛點的石頭他們有看到會很開心 結果他們想試試看就弄倒了 我的重力教學藝術其實不用存在很久 就是有人看到就有達到那個效果的 好 你們來走這種山路的 穿那個抓地厲害 而且你鞋子不要穿慢跑鞋 太軟了 容易甩倒 你看那個好漢婆的牌子 玩倒在那邊沒有人看到 立起來就大家比較看得到 你們如果有看到我的影片 如果說你們有空可以做個立牌來那邊立打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 好幾年,已經爛掉了 所以有人要跟我一起做個新的來幫忙 我覺得這樣很有意義 你們說對不對 天已經要暗了,我要趕快回去 先回老家陪老人家聊個天一下 先被拿些東西回去孝敬他們 自昨天前天有送我兩罐苦茶油脂 他一瓶要送給我媽 我拿去給他做菜用 另外一瓶我就留著 你看你們如果說厭倦的在學校走路的生活 或是在學校運動 這種戶外活動真的比較開心 而且你們運動完還可以去附近吃一下他們的美食 我雖然都知道 但是我現在不想帶你們去醫院 你們都太難了 只會把你們餵養越胖 有兒在叫捏 應該他們是要吃飯所以才會叫 你看這些腳踏車摩托車是剛剛走上去的 他們騎來的 他們還有健康概念 這樣很好 很想來這邊種田的 你看那是 那是鵝在叫 才會那麼大聲 鴨子也會 他們現在應該是要餵食 所以他們就很開心 他們在唱歌 我已經下來了喔 看能不能錄到我 停摩托的地方 應該沒辦法 還剩下一個而已 而且我已經用省電模式 我這裡蜻蜓很多 夏天來這邊運動超爽的 因為很舒服 而且這邊的人都非常的友善 你們剛剛也看到我做的實驗 從這邊你可以走公路回去 我現在要走 右手邊那個公路回去喔 1號 老人家看到我總是會比較有戒心 因為我穿過了活力服 懲罰者 因為老人家遇到這種年輕小子 他們都會怕 因為大部分都不是很友善 然後對他好的人 搞不好是要害他 所以他們都會很小心一點 而且我又是有肌肉 別人看到我更怕 看這邊還有水流的聲音 那是植高峻德飲水道的聲音 我不覺得坐在這邊 看夕陽也是很爽的事情 有沒有 植高峻德飲水道 那是植高峻德飲水道的聲音 謝謝公開用